此人起码授上将却没军衔,掌管中国经济二十六年,但严禁子女精神。 新中国的一九五五年大授衔,有的将军被授予了少将、中将、上将、甚至是大将,但还有一些将军,他们功劳巨大,却没有军衔,如李先念、杨尚昆、滕代远等人。 今天笔者就先和大家聊聊军功巨大却没授权的李先念,按照他的战功和在军中的地位,如果授权的话最低也会是上将,李先念是湖北洪南建人,这是一个有名的将军县,1927年,在革命最危险的时候李先念选择了入党,11月参加了黄马起义,之后他在两个县当过县委书记。 1931年,22岁的李先念,成为了红四方面军33团的政委,第二年被提升为第十一师政委,趁年六月,蒋介石集中三十万大军进攻红四方面军,失败后部队进行转移。 后来李先念成为第三师军的军政委,在军中的地位和大将徐海东相当,作为优秀的政工干部,李先念的发展,肯定会比徐海东还好。 作为部队政委,李先念带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,在解放战争时期,他是中原军区的司令,手下有个副司令叫王树生,后来当了大将。 照这样看,李先念即便不是大将也起码地受个上将。 不过李先念的能力不仅仅局限于军队中,在建国后全国的经济建设成为重心工作,李先念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。 在大授贤的前一年,1954年,李先念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,从此开启了他执掌中国财政,大权长达26年的历史。 当时他和周总理一样,被称为大管家,虽说管了半辈子的钱,但李先念对钱却没有兴趣。 他掌管财政的26年里,没有出现任何差错,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,自己办公室的家具都是旧的,这些全是从老家湖北带到北京的。 晚年李先念曾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医院住院,子女们想给他弄点好吃的汤,就买25元一份的,得支架格后李先念反复叮嘱,太贵了。 别许打他。 李先念不仅严格要求自己,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严格要求,他给子女立了一个特别的规矩,严禁子女经商,并对子女放了狠话,谁要经商,打算你们的腿。 如今李先念的四个子女没有一个人是经商的,李先念在掌管经纪26年,又担任了国家主席和政协主席。 1992年6月21日,李先念病逝在北京,享年83岁。